大家好,我是巴克,欢迎来到Backbone入门基础这门课程 在之前的课程呢,我们介绍了这个Model Backbone里面Model和View的一些基本用法以及它们的实践机制 那么从这次课开始呢,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个Backbone和服务期端进行数据交互是如何进行的 那么在传统的这个web开发里面 我们的这个网页的这个界面 一般是由这个服务期端来生成的 也就是说服务期端生成一个HTML,直接发送给客户端 或者呢,客户端将这个表单提交完成之后 再一次提交给服务期端,那服务期端进行处理 所以呢,在服务期端的这个编程语言 包括这个PHP和Java这样的编程语言 它们不仅要负责这个数据的交互 并且还要负责这个界面的渲染 那么,而且呢,传统意义上而言 就是说前端,也就是我们JavaScript这个这一端呢 它往往只是负责一些效果的呈现 在这个数据的上,数据交互这方面 JavaScript它所担负的责任不是很大 那么在这个,现在提出来的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前端MVC框架 它们的这个特点,就是JavaScript的比重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JavaScript完全掌控了这个界面的渲染 那么,服务期端它仅仅负责的是负责这个数据的交互和保存 它不再这个负责界面渲染 也就是说服务期端的这个,它成为了一个中间界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啊 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移动互联网发展比较快啊 大家很多的应用都直接就是搬到APP上面去了 那么,搬到APP上面去呢 其实APP本身,它也是一个负责这个界面渲染的一个体系吧 那么搬到APP上面之后呢 这个APP本身啊,它也是负责界面渲染的一个体系 那么它的数据也是要通过一些中间键来保存在服务期端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统一的将这个服务期端的这个职责 划分为,划分成一个就是说对数据的交互和保存的话 那么,呃,无论是我们是做这个网页的这个应用 还是将来扩展为做移动的应用 在这方面呢,只要我们是设计好接口 那么这方面将来的扩展会显得比较容易一些 好,这个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我们的正题 那么我们是要讨论的是这个backbone 它这个前端框架,它是如何来和这个服务期端数据做交互的 那么,呃,为了讲明白这个问题呢 呃,这节课呢,我们先讲第一部分 就是RESTful这个风格的数据接口是怎么回事 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再来介绍这个backbone 是如何通过model这个层面啊,来使用RESTful 来和服务期端进行数据同步的 好,那这节课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普及一下这个RESTful这个接口 那么首先就是说RESTful接口本身是基于这个HTTP的啊 基于HTTP,就是它是个短连接 那么我们知道HTTP它有很多要素啊 它是一个对吧,它是个文本化的这个通信协议 那么它有一些要素 那RESTful正是利用了这个HTTP的这些要素 来形成了一套这个API设计规范 就是说我们的API设计可以去啊 去参考RESTful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那么在RESTful之前啊,我这里插一句 在RESTful之前呢,我们大部分这个都是采用这个web service 啊,我们称为web服务 那么承载的通常是这个SOAP协议的这个数据啊 数据数据量一般比较大 而且呢,这个这个接口的设计思想本身 和RESTful是有一些差别的啊 那么后来呢,就是说这个RESTful这个风格啊 慢慢被大家接受 那我们来看一下RESTful这个风格最重要的几个概念 首先第一个,什么是资源 那么在RESTful这个这个理念里面 资源实际上是一种业务对象 实际上是一种业务对象 那业务对象可以是什么呢?比如说订单 它是一个业务对象啊 一般而言这个业务对象实际上很大程度上 或者很多很多情况下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的这个数据表啊 可能就是我们的数据表 那比如说订单 通常我们都会有订单表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包括比如说我们有任务 任务也是个业务对象 比如说我们的博客系统有文章 文章它也是业务对象 包括评论啊等等 我们首先第一步需要把我们的这个业务对象进行一个抽离啊 然后其次呢 抽离出这些业务对象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这些业务对象进行一个描述啊 通过几个要素去描述 第一这个资源啊 也就是业务对象 它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位置就是什么呢 就是http的这个url 其实就url 比如说以这个任务这个这个资源为例啊 任务它它的这个获取任务可以是这个地址啊 获取单个任务可以是这个地址 把包括修改任务 所以这个资源它它会有一个这个资源的地址 这地址就是一个http的url 第二呢 就是说访问这个地址有哪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task为例啊 task我们看到有两个这个资源 呃 资源地址啊 有两个资源地址 那么对这些对这两个资源地址分别可以做哪些操作呢 分别做哪些动作啊 啊这些动作又对应到这个业务 业务模型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呢 那我们知道http是有啊 诸多method的啊 诸多的method 包括这个get post啊 大家用最多的可能是这两个 那后面三个包括put,patch,delete 可能大家用的不是很多 那么这些method和这个url 它的组合就形成了这个对资源的一个访问 比如说get和这个地址 它这个地址组合 它就是一个获取这个任务列表的一个这个业务行为 啊 那么post这个动作和这个这个地址结合呢 它就是一个创建新任务的一个一个一个业务行为 那么get task-id 那这样一个组合呢 它表示获取单个任务的一个详情 啊 获取单个任务的详情 那么put和这个组合呢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修改这个某一个id的任务 啊 表示一个修改 那patch呢 patch和这个组合它表示一个什么 表示一个修正就是对这个任务 它它的一个部分属性做一个修正 那put呢 它倾向于就是说 嗯 修正所有的属性 修正所有的属性 那么 那最后delete就显而易见了 它是对一个这个任务啊 对一个某个id的这个任务的一个删除 一个移除 那么通过这些组合啊 通过这个这个动作啊 访问动作和资源位置的一个组合 它就形成了对一个资源的一个访问 啊 对一个资源各种各样的访问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一块 那么访问这些资源 它可能会附带一些参数 那这个参数啊 就是我们这里要提到就payload 那么payload的这个这个参数怎么去放的 它怎么它应该承载在什么位置呢 那这个就是http的body 那就是body 我们知道http它除了url header啊 它有body部分 那body部分呢 就是用来存承载这些数据的 比方说我要创建一个任务 那我要创建一个任务 那我我总得告诉这个服务器端 我这个任务是 比如说标题是什么 对吧 描述是什么等等 信息总要告诉他 那这个信息就通过这个payload来提供 那么这个payload的这个部分啊 它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种格式 因为body我们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文本化的一个区域 我们可以随便传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都可以传的 那通常而言呢 我们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xml格式 一种是json 那么xml格式呢 它的这个冗余性比较大 我们知道xml它有什么 它属性与属性之间 对吧 它要描述一个属性 它有一个这个起始的一个一对监控号 还有结束的一对监控号 它可能 对于这个这个这个数据数据量这个这个层次而言 它不是特别的好 它可能比较占空间 那json这个格式呢 就比较容易了啊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json已经很了解了 那这里我就不再展开 而且另外一方面是json它 比较容易在这个客户端 也就是我们说的浏览器了 比较容易在浏览器这边啊 直接把json这个格式转化成json对象来操作 这个也是用json的一个好处 那这一部分就是payload 好 那其实restful的话讲简单点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啊 我们大致只要知道 它首先是使用http 那么使用http的这些method去 啊来代表一个访问动作 那访问动作加上一个资源位置 它就表示一个业务的动作 那么在这个业务动作额外呢 我们可以附加一些参数 包括当然这个url 这里也可以加参数啊 比如说加这个quest dream也可以加 也算参数 那有些像post这个 你就可以把参数放在body里 那body这部分呢叫payload 那一般我们是以json作为这个 这个payload的格式啊来交互 包括就是服务器团返回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把返回结果 放到这个body里面 以某种格式啊 放到这个body里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个例子 我们来简单看个例子啊 那么这节课我就不用打开这个编辑器了 我使用一个这个命令行的一个工具 我们来测试一个 我之前提前写好的一个restful接口 那我们在后面的这个课程里面啊 我也会用到这个接口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这个接口地址 这个接口地址是这个 我描述了两个资源 我描述了一个task资源啊 这个task资源的地址呢 是在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杠ID了 后面带杠ID的 它也是一个地址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get 先看看这个get 那么我们使用CURL这个工具 用这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 反正大家看一下 大致看一下怎么用就行了 那这里面我把这个CURL直接指向啊 直接指向 这个地址 那这个地址 我在这个这个请求里面啊 我带一个参数 因为这样的话呢 就把相当于就是查询某一个用户的上传的数据啊 这其实只是个过滤条件 只是过滤条件 那么这句语句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客户端发出了这么一个gettask的这么一个请求 那payload的部分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get嘛 我们就把唯一的一个参数作为这个questream传进去了 啊 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果 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它是个数组啊 对吧 它是个json的数组 那每一个原 数组里每一个元素都是个对象 啊 对象有包括identify这么一个属性 还有id属性 有这个title属性 有description属性 有这四个属性 那每一个这个对象都是四个属性 那其实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理解成就是说服务期段有一张表叫task 啊 它它它有几个字段呢 一二三四 还有四个字段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接口直接把这个task的这个 这个这个数据啊 这个以这个identify等于这个的这么一个筛选条件 把这所有task全部拉拉出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get 那我们 呃 因为是第一个点是我们看一下这个head部分 就是服务期端的返回 啊 这个是完整的服务期端返回htb报文 啊 从这个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那这个是htb报文 对吧 htb的协议号等等 那么 当然body部分啊 这个head和body部分中间有个控行 这是http协议 那么这部分 这部分就是刚才的这个body部分 它承载 它用json的这个数据格式 去承载了这个业务数据 我们看看head部分的其他的一些这个东西啊 首先这边啊 content type application json 它表示这个返回值它的一个数据类型 那这个数据类型的返回呢 对于客户端去做这个解析是有帮助的 然后客户端就知道 哎我这个是json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用json的这个方式去解析它 那么包括这个编码 编码 那么我们啊 我大致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三行 access control allow region 这个三行是html5规范 它实际上是允许 允许这个跨域请求 安全的跨域请求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 大致讲一下啊 仅仅是大致讲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告诉客户端 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去访问我这个数据 那我信号就是所有语言都可以访问 没有没有限制 什么样的这个黑的 那可以就是说 呃这个这个这个 在请求中间 涉涉涉及到什么样的黑的 那这个content type是是可是允许 那么哪些这个method 是被允许的 那包括这里我就把所有的method 全部列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呢 我通过这个javascript 就可以去请求这个接口 否则的话 你本地比如说你是localhost 啊 你你的语言是localhost 这个时候默认情况下 你是不能通过这个ajx 啊 不能通过ajx去访问这里的数据的 这个是浏览器这个同源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这个同源策略 那这个同源策略就通过这个h5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啊 我们叫这个cross origin 啊 share resource sharing 这么一个这个规范去去去做掉 啊 这个是我服务器端的一个处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post 那么我们如果要在这个接口上 我要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这个task怎么办呢 那么post我们看到post它的接口啊 这个这个接口 地址仍然是这个 那么方式这个请求方式是post 那么我们加上这个请求方式的参数 那么post我们需要创建一个task 那么这个task它需要这个承载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就是以这个body 啊 以这个payload来传 所以我在请求的时候呢 就需要把这个payload数据传过去 那么这里呢 我就 简单 啊 试一下-d -d-d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指定body啊 指定body字符串 呃 那这个body字符串的话呢 我需要传那么几个字段啊 identify identify 那么以我这个名字 好 好 然后 这个title title 比如说我们叫这个 这个 cos cos 1吧 然后 description 那叫这个 cos 1 d d s 我们来试一下 诶 我们看到当这个请求发出去之后啊 服务器团返回了这么一个值 那这个 当然这里只打出了body部分 那当然也有head了 head就忽略了 因为我没有加-i参数 那 我们可以看到我实际上就 把这么一个新的task 啊 通过这么一个 接口地址啊 以post的方式 啊 提交了 那么服务器团就为我 生成了这么一个task 当然服务器团怎么存 它当然是存数据库啦 这个对于我们客户当然也 我们不需要关心 那么并且它返回了我一个 就是唯一键 返回了我一个ID 啊 ID是22 那么我们在用之前的这个接口 我们来看看下数据 这个到底有没有 我再通过这个get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ID为22的这条数据 就出现在这个列表里面 啊 就出现在列表里 说明我们这个请求就成功了 我们就在服务器团创建了一个task 啊 叫cos 叫cos1 对吧 好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第三个get gettaskid 啊 那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得到了一个 ID为22的task 那么我们要get的时候 直接task-22 我们可以看到task-22 它就只返回了一个 一个对象 啊 只返回了一行数据嘛 它就不是一个数组了 啊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好 这几个可能大家都觉得比较简单 啊 我们来看几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 比如说 put 我们看到这个put接口 在这里面啊 啊 put接口它的地址也是task-ID 啊 那么 put我们知道是更新了 我们需要去更新这个 这个 22这个ID 就我把这条记录的东西我要改一改 那么 首先指定 啊 指定这个方法是put 同样把数据呢 存存存在这个body部分 存在的body部分 当然 从接口的设计上啊 你这个body部分 你可以 按照你 你所需要的去协商啊 客户端服务器呢 只要说好 我怎么传就行了 那这边这边呢 我是这个 通过啊 这个json啊 直接属性点 直接一个json字串 那里面有哪些属性 这些属性就会被更新了 那我们为了 我们节 节约时间 我们就直接就是说 只改一个属性吧 改一个title 哎 我们看 同样还是返回了这个22 啊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 我们通过上面这个吧 直接看一下22这个数据是什么样的 哎 我们会看到这个ID为22的这一条task 它的title就被我改成了cost2 对吧 就改成cost2 那么这个就是put 那patch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patch和put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把它改成它cost3 好 我们看一下22 22它就是cost3了 好 那么我们最后来试一下这个delete 啊 delete的话就没有这个payload了 因为呃 一个ID就已经足以啊 足以说明我们我具体要删除哪一个task了 我直接就是以delete这个method去去推送服务器 好 你看仍然还返回 那这个返回这其实可可可不要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task22 task22 这时候就没有数据了 那么我们再来拉取一下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task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个只是20了 就22这个已经被我们通过这个delete 这个这么一个接口给删除了 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做的这么一个事例 那通过这个事例呢 那当然这个可能只仅仅是通过这个这个命令 好像大家可能不是很直观了 但是 通过这个事例 其实已经比较清楚的 展现了这个restful这个接口的一个特点 啊 我们再大我们再回顾一下 首先 这个get 啊 get是怎么 获取所有的 或者以某种条件进行筛选的 这么一个资源列表 那它是获取什么 获取多个资源 同时一次获取多个资源 那post 通常表示创建 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资源 因为创建资源的时候 不需要指定id 对吧 这创建的资源还不知道id呢 就没有这个id 所以这个task这个地址 它一般就对应get和post 这两个方法 那么task跟id 这么一个地址呢 它可以对应get 啊 获取某一个 put a patch 更新某一个 和delete 删除某一个 所以这几个形 这这几个method 和地址的结合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通常所说 增长改查 这么一个过程啊 我们其实就已经涵盖了 只要我们的接口设计合理 啊 接口设计合理 那么这个 通所我们基本上所有的 业务啊 基本上是可以覆盖 好 那么这次课 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restful风格数据接口 那么下次课呢 我们就来看 这个model 是如何通过restful接口 来获取服务器的数据 好 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